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币永远是跑到强势股的身上 所以如果投资人你目前为止是空手 你希望能够进场 希望能够尽快的能获利 当然是要追强势股 那谁是强势股呢 很明显 当然是核硕 你看它一路涨的K线性 它一路往上涨的这个情况 目前为止连红海通通都压不住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技术现行上 看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提供投资人做一些参考 你看在这个整个的盘行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挑 它有几次是外资是不是都在买 那最重要的一个几个重要的点 包括就是季线跟年线 如果交叉要往向上的时候 就产生了黄金交叉 那么一路往上的时候 你看我们都可以看到 外资是不是外资在买 外资的持股一路往上 尤其是在这个区块 那么季线跟年线 黄金交叉之后 通常就是一个一档股票 要展现强势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除了外资在买 还有包括谁 投信 所以投信你看 在这个沿路也不断的在支持支撑 往上支撑之后 你看在经过突破一个点 我们刚才就像我们有提过 它总共有四样新高 包括单季毛利率高 营益率也很高 那么包括净利 EPS都创下它有史以来的新高 也因此再加上说 它iPhone的订单已经确实掌握在手 外资谁知道 春江水暖 牙先知 谁是那支最大的牙 当然是外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个季线跟年线 它已经产生了黄金交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已经开始大力在买 当这个外资跟投信 已经大力在买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布局了 你怎么可以丧失这样一个 绝佳的一个机会 它当然是强势股最重要的一个助力 所以你看 在55块上下五字头 合作盘了非常的久 抵达得非常的稳 那当它这个创了四个新高 包括这个毛利率 营益率 这个包括净利 还有EPS都创新高之后 你看布局的非常好 在最重要的这个时刻点 外资 投信 甚至整个三大法人 全部都集结在这里 一口气拉到多少 拉到现在至少87块3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现在空手 你现在觉得想要追强势股 最重要的强势股 它当然起涨的这个 起涨的位置低 冲高的位置力道更猛 我们当然要去追和硕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投资人 更想问的是 如果我现在手上 已经有红海股票了 这个2015金阳年 我该怎么来操作 怎么投资 稍安勿躁 其实我相信 我们必须要很诚心地告诉 观众朋友 事实上红海这档股票 绝对还是长期 它是优质的股 好歹 这我们的这个代工龙头 它现在在股价上 稍稍委屈一块钱 但长期以往 它仍然是库克的最爱 整个苹果不可能丢掉红海 但是从技术现行来看 其实红海的确有压力 包括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包括外资 三大法人 它的确是一路在卖 状况并不是很好 尤其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年线跟均线产生了死亡交叉之后 整个讯号就开始出来 尤其在这一地带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 投信还有自营商 包括外资也不断地在卖 在这个情况之下 非常的弱势 但是弱势难道就不重要吗 不可能的是 因为红海毕竟是占 台股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那么这样子一个 重要的一个公司 它如果跌 台股会好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长期以往 如果你已经早就持有红海 不必对它失望 它依旧是很美丽 长期以往 库克也不可能失去 这个重要的伙伴 它依旧要去做它的恐怖平衡 即使在库克的秘密之下 投资人其实也要观望一下 因为如果库克它都要做一个恐怖平衡 那么投资人你是不是也有想过 你在投资的时候也要分散你的风险 红海有它的优势 如果你手头边正好没有合硕 你可以进合硕 有红海你可以保持红海 反正这两档股票能够让你永保安稳的投资 好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会知道 2015金阳年 真的是大家期待 三阳开泰 股市一开红盘就很精彩 另外2015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年 为什么 红基宣布2015将会是 星星红基年差不多在倒数48小时 星星红基就要诞生 燕蒂 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点 后天大年初九天工生 跳在这个时间点诞生的星星红基 大家会觉得 想要将这个天工生大一季 后来我们回头来看 红基过去大大小小 多少次的考验企业的大小挑战 靠的是地母保佑 靠的是天工备亚保佑 靠的是城隍爷的保佑 我们就来看看2015金阳年 能不能靠着神明的庇佑 让红基再攀高峰 对 确实我们看到这些神明 真的是有在默默的保佑红基集团 因此红基集团 他们也选在大年初九天工生日的 这一天宣布要成为天工一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天工能够继续保佑他们 那选在这一天 他们也打算要推出 两个新的云端的应用平台 要作为进军物联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商机 那我相信真的天工有听到 天工也保佑了红基集团 因此今天红基的股价 非常难得的大涨了是2.99% 非常难得股价是占上了20元以上 那事实上为什么整个红基集团 包括施仲仲先生是非常地信奉这些神明呢 包括昨天开公式 新春团拜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包括施仲仲先生 他也带着其他的一个高阶主管 回到京华街的住家干嘛 拜地母 因为他们家里头有 这个拜地母的一个神像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因为包括这个地母 还有包括城隍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神明 通通都有保佑这个红基集团 那究竟呢 这些神明他们是怎么样保佑红基集团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果然是化险唯一 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开端是 198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Acer这个品牌 施仲仲先生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台湾之光 要继续进军国际 因此他挖角了一个IBM的一个 等等 你现在说的是 高科技产业的龙头之一 红基 这么这么这么多 几乎要动摇事业体的大考验跟磨难 都跟神明有关系啊 没错 那说起来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神奇 那事实上每一件事情 真的都跟神明的神经 那几行几行跟我打开听 几行几行 来 够好 我们从头讲 198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Acer这个品牌 其实在台湾已经略有知名度了 可是施仲先生的想法是这么好的品牌 我希望他在国际之间发扬光大 因此他不惜重金去邀请了 去挖角了IBM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科技界的人物 担任宏基的一个总经理 可是没有想到一连串的诟病之后 我们看到财报不佳 甚至陷入亏损的一个状况 因此施仲先生为了财报不佳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在电梯里昏倒 那当然了 他的妈妈就是俗称的洪基阿嬷 看得非常地忧心忧忧忧 他就在想说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来请示一下地母 毕竟我是相信 然后拜地母这么多年 那希望她能够给我一些指示 结果没有想到地母给的指示是什么 不用烦恼 你叫你施政好好休养几天就可以了 先不用烦恼 事情就搞那么大条 不用烦恼 不用烦恼 好好休养几天就好 结果没有想到施政文先生 真的就在家休养了几天 也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就突然顿悟出一件事情 他就决定向外宣布 我们来所谓的一个 全球品牌结合地缘的 这样的一个营运的主轴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他要跟这个全球的大通路商 达成一个结盟的状况 希望有一些股权 让这些通路商能够入股 因此真的是很快的一个状况 就能够化解了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1989的民国 78年的这一场危机 施政荣他昏倒了 靠的是地母的庇佑 度过了这一关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记忆犹新 200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宏基的总部是在细致东科 突然有一天 熊熊大火 不停地烧 内幕真的是太吓人了 晚上在夜幕低水 你可以看到这把火 好可怕 所有的建材 玻璃 火雨就这么一直掉下来 对 其实所有的SNG车 当时都驻守在那 为什么 因为那栋大楼 有非常多的电子公司 科技公司 还有生技公司 而且各位你看 现在这个火苗 烟囱效应之下 那个火蛇一直往高处烧上去 农烟一直往高处窜上去 对 农烟一直往高处窜上去 大家就担心说 那是不是快要烧到宏基了 就当所有人都在替宏基捏一把 宏基在这种楼的 大概是比较高的一个楼层 对 到底是第几楼 我其实有点忘记 但我非常确认的是 它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楼层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当大家觉得火就要烧到 宏基总部的时候 莫名其妙 火受到控制了 那当然事后大家去追想 回想这件事情 原来是因为宏基的总部 它其实还是有拜帝母 帝母的神像 就在宏基的总部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最科技 最讲求证据的高科技业 从78年一直到2001年的这一把火 宏基内部员工他们就相信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应该可能都跟帝母有关了 对 那当然事实上这件事情 因为这把火实在是 大家觉得控制的实在太神奇了 包括宏基阿嬷事后也跟施总说 你看吧 我们这么诚心 帝母感应真的是帝母显神机了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事实上除了帝母天公之外 这个陈皇爷其实对宏基集团 也扮演非常大的一个 保佑的一个角色 我们看到在当年198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宏基他们在新竹的 竹科的一个公司 突然之间失窃了 这个IC设计的一个晶贴 那当年IC其实很贵 贵桑桑 它其实是比黄金还要昂贵的 他们一丢 丢了几颗啊 不是三颗 五颗 十颗 他们一丢 丢了高达70万颗 天哪 一整台货车货柜的 高科技IC晶片 那如果去到头去找不回来 就没有后来的宏基了呢 而且就像你知道吗 重点是这70万颗 价值高达4000万 当年的4000多万 跟现在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货找不到的话 第一个你出货有问题 第二个绝对会影响到 你接下财报的一个状况 大海啊 人海茫茫 台湾天大地大 去哪里找这一车啊 对 那其实呢 当然是有跟警方通报 警方呢 也查了好几个月 坦白说没有任何的进展 没有任何的一个下落 那这个时候呢 施政文先生又辗转难眠 好几天都睡不好 那洪家骂呢 这个时候想说 阿玲啊 他就跟他儿子说 那我们是不是呢 再来去求一下城隍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嘛 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在新竹 新竹最有名的庙是什么 就是城隍庙 那所以呢 他们就去求了这个城隍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说 城隍庙刚开始呢 是拔贝 拔了三个行为 拔五贝 三个行为 没错 那这个城隍也就是说 那我就派我手下最厉害的一个将军 八爷范将军 因为他就会办案 举凡大小的一个刑事的这个案件 都是请他来这个办案的 可是呢 后来再去请这个八爷 来办案的时候 拔不贝 那这个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四妈妈就很担心 就很焦急 四妈妈就说好吧 那再来请教法师 法师说 简单啦 我们来抽一支签 看看那支签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 城隍庙就出示了一支签 不过呢 这一首的签的签诗 我们待会再仔细跟大家讲 因为这首签诗 这一个签诗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叫做 金燕红图四海通 一直看下来都是文言文的 看不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呢 待会再讲 因为它跟宏姬未来的发展状况 是完全精准地预言到了 好 那因为签诗已经出了 就表示什么 八爷范家军你要乖乖去办案 结果呢 八爷范家军就选定了 一天确实神像也出巡了 然后这个神价也出来了 选在那一天出来之后呢 他附身了一位鸡童 鸡童呢 真的是很神奇 鸡童就讲了一个车牌的数字 连车牌都出来了 对 大家就觉得很神奇的是 这个车牌到底是要干什么的吗 反正绝对不是要牵大家了的 那显然跟这个失窃案 有极大的一个关联 所以这个警方也觉得 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 把这一组号码出来了就查看看 就查看看 就没有想到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短短不到几天的一个时间 这个号码呢 因为他们这个宣布下去 就是要做一个查气的一个动作 4000万的晶片 三千万真的已经没有地方的方法 就是陈皇爷 他说派出八爷时代 我们也看不见 就一直看不懂的签诗 后来点一个号码 那就找看看 不到十天 柳暗花明了 没错 不仅是柳暗花明 而且就在国附计院馆 附近的一辆车 就是那个车的车牌 跟我们刚刚讲的 神明的指示的车牌 一模一样 这么巧啊 这我补充一点 因为那时候 那个施政荣先让我们跟他做专访 你知道施政荣以前 他是学电子科技 他其实是非常ticky 他绝对不相信身份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事件 完全颠倒他的想法 他那时候还曾经私下 跟我们在那边商量说 那个非常神奇 他那时候他妈妈 这个施政荣的妈妈 要求他做这些 这个找七爷八爷这些事情 他就是勉强 你知道那个清晨四五点 四五点出发 去赢了个神 然后把七爷八爷赢出来 然后找那个城隍也寻成 他说他觉得有点stupid 怎么会一个高科技大厂的老板 带了一大堆图子 徒生真的做 结果他把他所有的员工 真的招出来 因为阿嬷要求这样做 他不敢为命 结果他说真的非常的奇怪 除了拔签 除了找鸡童 那个七爷八爷 真的带他 找到这个神奇的号码 他说从此以后 施政荣先生 他后来就跟我们讲 他觉得很多的事情 完全超乎人类的智能 所以他觉得神佛的事情 不能够完全 以现在的方式去解读他 没有 真的逐科不见的 四千万的内部车子 在国附纪念馆给找到了 相隔将近五六十公里 大家要问了 刚刚埋的这个悬念 这一张墙溪倒对 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 原来千诗已经预告了后来 宏极的发展 稍后回来 不要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